歡迎收看古奇玩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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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整個大盤小漲了23點 有幾個地方要跟大家談的 第一個大盤今天是開低 拉尾盤 第二個OTC今天是開高 走高 這兩個我昨天都跟大家提到過 第一個我們講大盤 我們昨天跟大家談到 投資人只看到兩個黑K線 我們這裡稍微拉近 但是這兩個黑K線你會發現 高點越來越高 低點也越來越高 然後另外1、2、3是5天的平均線 5日線是大概就周線 它是往上走的 而且這三個紅K線 這是紅的 這個是搭配成交量 是往上增的 這2天亮縮 它是收黑很正常 所以我昨天這樣談 我說連2天黑K亮縮 但是高低點都向上 短線 落中 透強 對不對 所以今天開低 拉尾盤 這是在我們預測當中 整個盤是就變成開低 拉尾盤 對不對 那明天來講台子期結算 還有他碰到壓力區 明天你要往上突破了 因為接近這個壓力了10500 量必須要增加了 之前量縮 這個量縮 它是測試這個缺口的支撐 對不對 接下來這三天量縮 它是測試這一個短線的支撐 5日均線平台這個支撐對不對 接下來你要往上突破 量必須增加 如果量沒有增加 在這個壓力區 它又可能會拉回 這是短線上昨天跟今天 跟大家分析的 我講得都非常的清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OTC 它今天是開高走高 大盤跟OTC的差別在哪裡 我一直在強調 大盤跟台子期有關係 OTC跟你手中個股 中小型股有關係 今天OTC漲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嘉哲 你有沒有看到文貌 你有沒有看到冰川 那OTC在漲什麼 它為什麼漲 你手中的股票有沒有漲 還是你一直在關注大盤 大盤只跟台子期有關係 我們看到OTC 它跟大盤完全不一樣喔 對不對 它是往上擠走 其實OTC在大漲的第一天開始 前幾天我們就跟大家提到過 在這一天開始 我就跟大家提到 法人買超勞 而且是大量 它有點類似這個地方對不對 OTC要起帳的時候 這是一個徵兆 法人大量買進喔 然後呢它就是一段 這裡法人大量買進喔 所以我也認為 它會創新高 但是它創新高呢 它不代表你的股票會創新高 重點在選股 你選什麼股票 我只是告訴你 中小型股它要動了 這是季線 這是月線 這是年線 我們看今天 這是一個支撐 我說它會突破 你不要每次在這個低檔區 相對低檔區都不敢買 到最後到這裡才在追 然後你買對股票還可以 你如果買錯股票呢 剛剛好到頂端 你每一次都後製後掘 你怎麼操作股票 我說股票你一定要選擇什麼 方向向上的股票 我不曉得你聽進去沒有 你手中方向向下的股票 你要做一個換股 趁大盤震盪有緩彈 你不要期待會彈多高 有緩彈你就賣 做一個換股的動作 方向向上的股票 我不是叫你追價 這句話我講了好幾個月了 我只是告訴你這種股票 你要趁著它拉回的時候去買 拉回的時候去買 方向向下的反彈要賣 這樣換股你的財富才會增加 才不會一直縮水 多少股票一路破底啊 一路一直破底 大盤有沒有跌 大盤只是整理啊 那OTC呢 你有掌握到嗎 OTC還沒有創新高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些都是創新高的股票 嘉哲文貌對不對 冰川 你再看一下 他都已經創新高了 方向向上的股票 他會底部墊高一路往上走 整理完畢就往上就往上對不對 再看嘉哲 他憑什麼這樣漲五成 他憑什麼這一段的這樣漲四五十塊 他還在漲啊 他今天創新高 量有沒有放大 沒有啊 這代表什麼 代表所單啊 他憑什麼漲個四五十塊 這裡憑什麼一路漲五成 因為他方向向上 再看一下文貌 生花家家族對不對 我們再對照這個圖 他是不是最典型的 他的走勢 OTC 他早就創新高了嘛 那這種股票呢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我講了好幾個月了 不是要你追價 我今天說他大漲 不是叫你追價 而是你要趁著他拉回 趁他拉回去買 那你手上沒有現金 你必須要趁著 把你手中股票做一個調整 反彈賣掉漏市股 卡位向上的股票 不管是文貌 嘉哲 反甲對不對 洪傑科 其實我講了很多遍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我們這幾個月 我們一直在談的 我不斷地秀 其實我講來講去 都是這幾檔股票 冰川 他為什麼會大漲 他去年第一季是賠錢的 今年第一季賺0.74 很典型的轉機股 強勢股對不對 聖花家三雄文貌洪傑科全新 這三檔股票 他長期看都是同步的 你今天看到文貌漲了 不是要你去追文貌 如果這兩檔有拉回 你就可以去買 因為這三檔其實他是同步的 十年磨一劍 什麼叫十年磨一劍 我說這些DM嘛 我講了很久了 把這一張我們來看 這一張是6月16的 你看我講多久 那你覺得他會長多久 文貌對不對 洪傑科 其實我講來講去 都是這幾張DM 連接器 反甲 加折對不對 加折為什麼會長 今年第一季賺2.11 去年賺0.8區 這個叫成長 但是你不要看這些 像反甲對不對 他為什麼會長 但是我提醒 你不要只看到這一部分 你就去買喔 這是有關基本面的部分對不對 但是他籌碼面 穩不穩定 法人有沒有買 這也是關鍵嘛 基本面籌碼面 你都要面面俱到 然後技術面 你去找切入了買點 像這個地方就很漂亮對不對 這個地方也很漂亮 這個地方也很漂亮 但是不是叫你在今天大漲去追 聽清楚嗎 不是叫你今天大漲去追 冰川也是一樣 我這幾個月講來講去 都是這一些地方 生化家家族 連接器 冰川 這一類的股票 你為什麼賺不到錢 你為什麼賺不到錢 因為你不想換股 因為你不曉得介入點 因為你看不懂OTC是幹什麼的 你看不懂這個重要的關鍵點 你看不懂這個關鍵點 你完全被大盤忽略了 事實上重點你的股票是在OTC 它是不是都漲了 一個好的股票 它就是不斷的往上創新高 那不管是個股或台子都一樣 我希望你把握機會 我們上一次一個月體驗 一個月前 兩個禮拜前 一個禮拜前 跟著我們操作的 我相信股票都有賺錢 那目前呢 我們有個超值體驗 一天實名 我希望你不要太錯過了 我們休息一下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答透過APP 貨電02-22781-0909 2781-0909 五日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尊鑄每一個環節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02-2781-0909 一直救世界 节能everyday 欢迎回到现场 那这一段跟大家谈台子旗 那台子旗的部分 你一定要注意到美国到城的走势 对不对 但是我必须提醒一下 叶伦在前一天讲说 这个话表很重要 做台子的一定要知道 所有的资讯 他说利率不必要再大幅调升 这句话很有意思 他意思是说会调升 但是没有必要大幅调升 就因为这样 所以前天道琼马上大涨 那未来呢 如果利率政策是这样子的话 我是觉得道琼呢 他是震荡盘奸 那台股来讲呢 台股的走势 他未来 他一定是跟着道琼的走势在走 那这是一个方向 那短线上呢 我昨天跟大家提到呢 落中透强 对不对 你不要只看到两根黑黑线 那今天 他有没有涨 落中透强 往上拉对不对 那我必须要老实讲 我今天台子呢 我没有做 我说那落中透强呢 我没有去赚 赚让他拉尾盘 但是重点在哪里 至少我今天没有去空 你懂我意思吗 你至少那个方向要抓出来 那今天为什么没有去做 因为明天马上要结算了 这两天 他的震荡会很厉害 因为要结算呢 所以法人 包括外资 包括自营商呢 无所不用其极的 在Saycode跟Sayput的 最大未平仓量地方呢 他去做一个推升 或做一个压低 那今天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他是开低走高 那这一今天我们没有做 那昨天我跟大家提到 我空手 今天一样是观望 但至少我们没有去放空 去高空 但是这一段 我们确确实实赚了256点 在一个盘整格局回升的过程当中 他能百五十六点 一点两百块呢 一口刚好是五万一千二算五万 十口就赚五十一万 这里插开一个多礼拜而已 这是确确实实赚到 一个月的体验价 会会能不能赚回来 256点 最基本的消费一口 你就赚了五万多 包括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我们之前都有做一个提示 包括这一天 七月七号 这一天我们做了当冲两趟 45点 那是星期五 这星期一尾盘我买进 这种最好赚的 买进以后轻轻松松的 他往上走你卖掉 103点 再加上呢 这里45点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三天赚148点 接下来这一天当冲赚16点 接下来这里换空 往下拉回回补 也算了大概20点左右 接下来在这里 上礼拜五 10400买进流仓 礼拜一昨天开高卖掉 75点 6次全部赢 我不会常常出手 但是我出手的成功率很高 至少在这一段呢 我出手6次全部都赚 听清楚哦 我刚好出手6次 6次都赚 我不是出手10次 拿6次准的出来讲 我也不会出手5次 然后平宫跑出一个大赚的一次 我就刚刚好6次 256点 今天星期二虽然整个行情往上 尾盘往上拉 我看对了 但是我没有做就是没有做 但至少我今天不会去放空赔钱 那这几天我们赚了256点 扎扎实实的 我说基本消费额一口 你就赚了5万多块 我们先前的一个月体验 你是不是很容易撞回来 7月明天就要结算了 明天的震荡也会很厉害 我们会试状况 或许会出手 或许不会 但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你要布局8月的 过去就过去了 7月你怎么赚钱过去了 问题是8月 我刚刚上节目前突然想到 我们可以预约8月台值 只有8月喔 一个月体验 我因为突然想到 所以没有DM 一个月体验 你想一想 这个点数够不够 一个月的体验8月台值 只做一个月 我让你看一看 你跟着我做能不能赚到钱 256点绝对足够 把你的会会赚回来 一月8月台值 把握这个机会 也是一样 只有今天10名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278109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1 2 2 3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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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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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7 7 8 1 3 5 6 6 7 9 9 1 3 7 7 9 1 1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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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 1 2 3 4 4 5 6 6 7 8 1 1 3 5 5 6 7 7 9 1 2 4 5 5 7 9 歡迎回到現場 那我們來看一看 我昨天有跟大家提到 我們昨天發出一個指令 手中持股全部都漲 全部獲利中 這是普通會員 這是特別會員 也一樣全部漲 全部獲利中 這什麼意思 就手中持股 在當天全部都往上走 大盤昨天只漲13點 全部漲 而且跟成本來計算 全部都是賺錢的 包括普通會員 特別會員 這代表什麼 代表第一個我的股票不多 第二個我的股票 都是方向向上的股票 所以這地方選股就很重要 而且你的介入時機也很重要 而且你的介入時機也很重要 為什麼冰川能大漲 為什麼文貿能大漲 為什麼文貿能大漲 為什麼家庭能大漲 你的股票有大漲嗎 方向向上的股票 在什麼時間點介入 你有我的資訊 你就賺得到對不對 你措施多少機會 你措施多少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 市場之前 我們以冰川做例子 這個位置跟這個位置都是很好的買點 我記得這裡黑K線拉回 有的時候就是因為拉回才要跟你提醒 如果你錯過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買點 這裡的買點 這裡的買點是不是很重要 他往上走了 我有叫你在今天追嗎 沒有 我只會告訴你這裡要佈局 這裡要佈局 這裡要佈局對不對 這樣你才能賺得到錢嘛 但是你手中沒有現金的 你這些股票就應該反彈弱勢股 反彈做一個賣出 文貿能大漲多少機會 這一路往上走 這漲多少啊 不止五成 這不止五成 你看佳澤 我這幾個講的都是這幾檔股票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這是文貿 當初建議參加主席的填席 當然這些都過去是 但是收黑K線有沒有跟你講 跟冰川一樣嘛 那問題是你手中的股票 你一定要做一個換股 你才有機會賺到對不對 不然我每天跟你講 生花家家族 文貌 宏傑科 包括全新也創新高啊 然後每天跟你講冰川 跟你講連經系的環甲嘉哲 你聽進去了 你聽進去了 可是你都沒賺到啊 你要有動作 你才有機會 掌握這種方向向上的股票 你才有機會 掌握這種方向向上的股票 尤其再看一下OTC 這個位置跟這個位置 我認為他會創新高 把握機會 那我也認為道琼 依照葉倫的政策 他也會大仗小回往上走 台股OTC都一樣 如果你要跟著我們操作 操支體驗 如果你一個月前 一個禮拜前跟我做 你現在是獲利的 只有市民 把握機會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們好